选举的消息 民进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静才 昨天到宜兰地检署来控告 县议员吴秋林 在环保志工志强活动时 自证了官庙面给志工 并有拜票的行为 涉及了契约会选 而吴秋林在今天在环保志工的力挺之下 站出来大力反驳 并且批评民进党是在打污贼战术 被民进党搜证检举 在今年六七一月 罗东正公所办理的环保志工志强活动中 制赠官庙面给志工设计会选的 县议员吴秋林 在媒体报导后电话接不完 因此今天上午在多位环保志工的力挺下 站出来重申这是慰绕志工的伴手礼 请民进党不要选举一道就打污贼战 为什么他对我 对慰绕环保志工 就是当作我是会选 把我们的环保志工 他们的高超的情节放在哪里 所以真的 他们为什么这么愤怯这么怯 就是说你真的是太看扁我们了 太高超看得太廉价了 80块就要把我们打花过去了 不过看我们买掉了 所以真的是 我真的是觉得很伤心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所以真的要请林主委 林清才林主委三思 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是选举最恰当的一个方式 但是像这种我们的志工那样打拼 我们五议员 当我们的志工对地方方言这么多 其实出来的慰勞 你也要把小题大做 把动作 像这种 打污贼战的一样的 打台冬 没错 这是真不对的 我相信说 林主委这样控告 这个 把我们的最基层 跟我们的志工朋友 无极值的这些志工朋友 动作接受会选的对象 我觉得他搞错了 这居然情何以堪 你不能把这些基层 这些志工朋友 动作 这些无极值 一包米八十块 给他改变他们要选择的对象吗 那我们也是希望 呼吁民进党操板手 应该对环保志工的辛苦奉献 我们应该共同大家来参与关心 而不是因为嫌疾到了 就刻意用这样的一个提高的工作来 一方面是浪费了社会的实法资源 那二方面也抹黑了 环保志工他们平时的辛劳奉献付出 穿上工作背心 喊出环保志工不廉价 我们不卖票的口号 一趟开心的旅程被说成有会选 志工心有不甘 认为平时认真付出 却连一点味道的礼品 都因为选举而被抹黑 我们这个没领薪资源 工丸不出了 我会收拾了 我们都没领薪资源 不疼过来把我们 把我们这个总队长 这样来抹黑 只有一斑面而已 这些老板的吃也没得到过了 对吗 这次我们去铁头 那是两年一次 才有招待我们去铁头 回来有礼物 一个门来说 认为是会闲 实在是担不住 我们每天早上都五点就起来 知道 所有的罗农镇四、七、一年 洛杉都扫得很干净 我感觉实在是很恩怨 伴手离一个门 就是 对 对 好